大家好,早兩天,Vippy有朋友給了一個新聞 分享了區議會政府正在諮詢中,在康城旁建一個新的政府聯用大樓 所以這段影片就大約介紹一下政府聯用大樓的作用 同時也有幾多朋友留言,看來對聯用大樓形容了很興趣 今天想繼續在題材上討論,除了聯用大樓外 在將軍澳和康城附近有一堆政府大樓的建築群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到,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除了將軍澳,還有什麼地方有政府大樓的建築群呢? 時事留心即博問,歡迎來到Vippy 珠仔頻道 還未訂閱我們的朋友,記得免費訂閱或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很快地回顧兩天前的影片 在一個區議會的諮詢文件中提到,在康城旁建一座全新的政府大樓 現在正在諮詢區議局 而是在康城旁建一座全新的政府大樓 其實這單新聞真是最先提到政府大樓的 不是最先提到政府大樓的 而在康城旁,之前另一塊政府土地,現在出康城的東北邊 之前是一個鋼鐵廠,後來鋼鐵廠改了用途 這幅圖在康城東北面第85區 這類似黑色框框環保大道右手邊特地的位置 後來申請改了組住宅用途 同時把紅色框框歸還給政府 變成紅色框框是另一個政府可以用的土地 其實在三年前左右 政府已經嘗試過打算用紅色框框的地 建立新政府化驗所的總部 所以到了2021年3月初 政府改變了規劃 提出新政府化驗所的總部 由康城東北面搬到東南面 現在打星星的位置 這裡有兩點想提出 第一個就是因為它應該照顧到之前我們地區代表區議員的反對意見 所以它就另外一個新的計劃 由85區綠色圈圈搬到86區 第二件事就是圍繞著康城東北面 還有突然間看到東南面 其實因為工業出眾地 看來政府也打算用來建一些政府的辦公室 通常會叫做聯用大樓 即是說很多不同的部門都一次過用 兩個地方都有規劃過用來建一些政府大樓 但也不可以叫做一個建築群 究竟有什麼地區暫時可以叫做建築群呢? 其實政府是全香港最大的僱主 約莽僱有超過30萬的僱員 他們上班都需要辦公室 其實政府辦公室的辦公室 但其中一個最主要的政府辦公室的建築群 就在金鐘 因為政府總部在這裡 還有其他政府的支援部門 例如高等法院、立法會都在這裡 金鐘一定是全香港最大的政府的建築物 政府辦公室的建築群 接著可以順序看下去 下一個建築群也是在港島 其實如果大家深水清或許開灣仔 就一定有印象看到這三座最主要的政府建築物 包括入境署的大樓、稅務大樓 以及另一個聯用大樓 這是另一個香港第二大建築群 政府辦公室的建築群 就是在灣仔 而灣仔的建築群 跟我們將軍澳或康城的發展 有直接關係 因為上年我們的特首林鄭月娥 出了一個新的施政報告 上年那個 就有提到這三座大樓需要搬遷 其實一直說搬搬了很久 搬了十多年都未搬 但是上年其實就說得很清楚 搬了之後這個地方是用來幫助 這個匯展的抗展工程 讓匯展可以多些地方 去發展這個在香港展覽的業務 這三座的整座大樓其實都有了一個方案 稅務大樓最新就好像要搬去啟德那裡 之前也有說過長沙環那邊 但最新的消息應該是啟德 而入境處就確認了搬來將軍澳南這邊 至於原先剩下這座的政府大樓或綜合大樓 一直有幾個選擇 又有說啟德、長沙環 但最後上年有消息 比較多部門都會搬去將軍澳南新的政府綜合大樓 簡單來說就是這裡的政府大樓的建築群 大部份應該會搬去將軍澳這邊 灣仔這三座的政府大樓 有兩座會搬去將軍澳 在哪裡呢 大家記得看這張軍澳南的平面圖 這位置其實在左上角是將軍澳地鐵站 如果向左向右邊走就是調整方向 在這張軍澳南的平面圖 紅色的位置已經批准了 工程進行在香港新入境處的總部 灣仔現在有一座椅 一刹三三座椅 有兩座主座是入境處的新總部的範圍 每一座比較小就是保障的控制部 這個入境處的大樓有兩個主座椅 起源的樣子是這樣 大約140萬的建築面積 會帶入3000個入境處的員工上班 加上來入境處工作的客人 每天人流大約1萬 如果大家對這個入境處大樓有興趣的話 歡迎大家收看VPT出的影片 5-10分鐘生活圈的Part 1 詳細介紹一下人流 什麼時候來 什麼時候會建好 預算是多少 對我們將軍澳和康城有什麼影響呢 好,那我們繼續 剛才入境處是一個在中間梯形這塊地 其實在梯形的地下方 左下方 你看到有另一塊地 我們放大一點看看 紅色這個位置 其實這裏就是上年剛政府撥款 就會建造政府的縱合合處 其實就是灣仔另外那一座大樓搬來這裏 大部份在那裏的部門搬來這邊 當然這座大樓有多些新的設施 譬如裡面有提到會提供大約300個公共車位 以及大樣綠化環境給公眾做休息的作用 這幅相其實就是大致上的設計 起源的樣子就是這樣 亦都是另外兩座 加上剛才所說的入境處的三座 其實這裏已經有五座政府綜合的大樓 或者政府的辦公室 接著我們看 就是現在這幅圖的右上的紅色圈圈 這塊地上年亦有新聞 這個位置其實就是最近將軍路的地鐵站 就會說有新街市 其實就是政府會在這裏再建造另一座綜合大樓 會有街市、幼稚園和高幾層的層數 就會拿來給政府做辦公室 所以前兩天的影片有朋友留言 就說什麼不是建造街市的嗎 其實就是建造街市的政府綜合大樓 或者聯用大樓在將軍澳站 前兩天的影片就是提到新的政府聯用大樓 在我們康城八十六區 即是在工業村最邊旁的位置 所以其實在將軍澳南這裏 單是已經確認了撥款會建造 都有整六項政府的大樓 所以絕對說在將軍澳南這裏 將會是一個新的政府大樓的建築群 其實有點取締了現在灣仔的意味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有同感 其實在將軍澳南這裏 剛剛提及過三個發展項目 有兩個搬款,有一個已經建造 起到如火如荼 但是在將軍澳南這裏 還有圖中的綠色圈圈的一二三達 其實都繼續是政府的土地 暫時未有新的公佈 用來做什麼用途主 所以如果繼續建造 這裏可以建造七八九九等的政府大樓 我們看看最近三月初 政府的諮詢文件 建造政府的化驗塞總部 在將軍澳南有地 就不建議在將軍澳南 反而繼續在我們康城圍住的位置 找地方建造 其實就不太確定是什麼原因 但如果看回我們區議員 就極力反對 看來應該就是這個政府的化驗總部 化驗塞總部 其實就未必那麼歡迎 你在民居附近 但政府又改來改去 都是兜著空城地改 我們區議員都有提議 就說可以搬去小赤沙那邊 這個話題我們就不說太遠了 回到這裏 其實Wippy 之前出的影片 就說這些政府大樓建築 在將軍澳南那裏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看回這個 5至10分鐘的生活圈的part 2 就有詳細去說一下 剛才所說的政府聯用大樓 以及街市新的政府大樓的設計 在將軍澳南那裏 剛剛提及過三個project 已經帶來超過200萬的 200萬呎政府的office應用面積 剛剛也提及過 在將軍澳南那裏 已經有超過300萬呎政府的 樓面面積 將會有機會興建 或將會被規劃興建 加上我們康城這邊 剛剛提及到那兩個地方 亦都被規劃做政府的大樓 所以加上加上有機會 將軍澳將來有超過10座政府大樓 主要在將軍澳南 以及在我們康城這邊 再加上在坑口站那裏 已經有一座正在用的綜合政府大樓 其實這也是我們西貢區議會開會的地方 之前的諮詢文件應該在這個office 分享給不同的區議員 所以加上這座已經服務 整個張冠澳區都可以說 擁有政府大樓的建築群 所以在整個張冠澳來看 除了張冠澳有超過500萬呎的商場樓面 包括整個張冠澳的紫色線 在張澳內每個地鐵站都有商場 寶林有接近150萬呎的商場 張冠澳應該多過150萬呎 因為VP以前計算地鐵附近 張冠澳有商場 當時還未計算 坑口站 條頸領跟康城差不多 約有50萬呎的商場 詳細商場有多少大 VP不重覆 大家可以找回這條影片 看過張冠澳商場戰略佈局 別的面積應該如何計算 但是整個將軍澳除了有500萬呎的商場樓面之外 其實起碼可以去到400萬呎,甚至多於400萬呎的政府寫字樓的樓面 所以其實將軍澳的特色記不只是大橋 還有很多商場和政府大樓 還會有全香港第一間的眾議院建立的 原來閃閃眼,康城系列就快到了300集 所以今天也想去分享一些資料整合一下 大家可以有另一種比較具體的概念 看看我們康城和將軍澳的將來發展 今天分享到這裡,多謝各位收看 記得訂閱我們WIPP主仔頻道 記得如果想看WIPP主仔頻道之前的片段 可以去到Paylist裡分了不同的類別 方便大家可以去找自己有興趣的題材 之前有朋友說Youtube的資料比較難跟 因為日子比較難去找才能看得到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去看看 有個Time Sequence好像Facebook 去看出康城的資料 歡迎你加入WIPP主仔頻道 日出康城的群網頁 在這裡就會比較容易看出 不同日子出的最新康城的資訊 日子出康城的群網頁 在這裡會有興趣的 在這裡會有興趣的 在這裡會有興趣的